克隆游戏展公布了一段黑神话悟空的官方预告片 看得真是热血沸腾想约约欲舍 但是游戏是在2024年夏天才发售 支持PS5 PC Xbox XSX和XSS 有中文语音中文字幕年龄分级是17岁 是买断制的 它的PC版对配置要求也不高 1660s或者2060就可以开1080p60帧 另外还支持老平台PS4和Xbox One 除了Switch独播站之外 几乎所有平台它都上了 它之所以支持这么多的设备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更多的玩家能玩到黑神话悟空 但是我也希望游戏的难度能够适合更多的人 千万不要像魂系列那样 一个小兵就得打半天 甚至被小兵虐死好几次 要知道很多魂系列的游戏 它的第一个boss会让很多玩家气坑 我只担心这一点 因为我也是手残难 如果真的是这样 大部分人只能体验到第一关 那就太可惜了 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不要期待太高 好吃平常心就可以了